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测与瞄准对特定目标 由我方火力对敌人进行准确性打击 消灭敌人有胜力量的战法 而被誉为朝鲜狙击之王的张陶芳 就是这项运动中的佼佼者 点击上方即可观看视频 据解放军化报2002年报道 张陶芳在3个月026天的时间里 除去集训 开会和活动外 实际射击32天 号弹442发 击毙敌人214名 莫辛纳甘 M1944卡宾枪 据官方报道 张陶芳使用的是莫辛纳甘 M1944卡宾枪 据说他的大多数击杀 是使用M1加兰德和38大概取得 M1944卡宾枪 是莫辛纳甘的短管卡宾版本 在2003年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中 请到了张陶芳采访 张陶芳根据回忆 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内容 张陶芳的5个狙击阵地 距离美军阵地大多被200到400米在访谈中 张陶芳回忆自己的5处狙击 便和敌人阵地距离大多是200米到400米 他的占过也大多数是在400米以内 尤其是100到200米距离占很大比例 也有过击杀800米的战果 不过据他亲口所述 失败几率很高了 尝试了好多天 占很大的运气成分 才击杀了800米敌人 张陶芳讲述800米击杀战果 如今依然高居狙击记录榜首的白色死神 西蒙海耶也是一位击苗大神 1939年到1940年 爆发了苏芬战争 西蒙海耶担任芬兰陆军第34团 第6连狙击手 对抗苏联红军 西蒙海耶 西蒙海耶使用的是 是芬兰国产SAKOM-28-30部枪 实际上该枪是莫辛纳干的变形枪 它射击时候只使用枪身上枕心和罩门 从不使用瞄准镜 因为使用瞄准镜 可能会反射阳光暴露自己 西蒙海耶用枪 莫辛纳干芬兰版本 SAKOM-28-30在不到4个月时间里 西蒙海耶拘杀了542名苏军 苏联方面为了除掉它 动用了炮击覆盖 反狙击手战术等各种方法 然而白色死神的屠刀 还是悬在苏军头顶 直到1940年3月 他在一次近距离突击中 不幸中弹 虽然活了过来 但是失去了几乎一半脸 康复后战争也结束了 西蒙海耶劫后余生 几乎失去了一半脸 在西蒙海耶狙击记录中 击杀距离也大多数在400米以内 多数为200到300米 最远狙击距离 据说达到了452米 点击上方即可购买商品 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鸡苗狙击 狙杀也大多数是保持在300到400米距离 再远就看运气了 而且太远子弹打出去是弧线 标尺罩门还得架起来瞄准 远距离瞄准原理是一图 38大概标尺罩门在说说枪械方面 很明显赵正伟用的是38大概 38大概有效射程是460米 但是5600米也没问题 但是标尺上射程是2400米 可以这么理解 有效射程是子弹保持威能下 对目标射击还能达到预期精度和威力要求 如果超过有效射程 但着点就满足不了要求精度了 不枪鸡苗 感受下有多难猩猩 为此特意采访了部队上一名老兵 猩猩问鸡苗打500米人行靶 是什么样的体验 答 尊心都快遮住靶子了 命中基本靠信仰 人头靶更不用说有多难了 但是不得不说 38式步枪精确度还是很高的 清撤力也比较强 根据日本38式步枪 步兵射击草本轿案 一书显示 500米的距离上水平偏差达到25.2厘米 数值距离上位28.4厘米 500米的距离上还保持着478米每秒的存速 杀伤力还是足够的 38步枪射击草本轿案 红矿内位500米38大概射击数据 总之500米外机械瞄准一枪爆头 鬼子破击炮手 是可能发生的 但是要有十足的信仰 出门就捡钱的运气才能做到的 赵正伟气定神闲一枪打中 有些玄酷了 不过这是艺术方面的加工 总比800里外一枪 干掉鬼子机枪手靠谱的多 侠不掩余 量剑还是国产抗战剧的巅峰之作 点击下方小程序 即可购买军武优选商品 敌人 敌人 敌人